请大家看见 哪一只业绩股可以留意 我觉得福来特玻璃可以留意 为了一只潜力股 为何呢 它也是公布完的业绩 收入方面 上半年至6月底 到73亿 同比增长有81% 但是它的赚钱 正利润只有10亿 下跌20%左右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安復波的平均价格下降 和原材料的成本上升 所以就令到它 收入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增幅 但是你赚钱的部分 其实就不是赚到很多 反而就是有一个 同比下跌的情况 这个情况就是价格下跌 和成本上升的因素 最主要 这间公司其实都是做一些光伏玻璃 你看到那个收入的 break down 很明显就是一个光伏玻璃 去做一个主力 有80%多 下跌90% 但是要留意一样东西 其实因为内地限电 和近期来说 又好像加强了 想去组装一些 电力相关的一个设备 特别是光伏方面 其实对于光伏玻璃 这个价格来说 是有一个稳定的因素 所以你看到 还有业绩出来之后 还有充进到那个价格 希望就回稳之后 今天那个股价也有一个反应 另外其实这间公司 都有自己的优势 比如说 有些天然气管道的直接管道 还有那个龟沙的供给率 其实就是自给的率 相对上高的 其实这个都是对自己的优势 对于福南特波 在宏观政策层面方面 近期来说 其实内地亦都有推出一些 就是方面的一个意见稿 好像说公信部 其实就有一个 关于这个推动能源电子产业 或者是这个的 促进这个光伏产业供应面 那个发展通知这些 都是刺激到整个sector 其实都是继续继续 应该是在一个宏观的层面 这些政策层面会有利 行业的发展情况 对于这个相关的行业来说 这依然是一个利好 所以如果想去抠一下 业绩出来 可能也有一个改善的情况 如果放在这里的话 特别是当然 其实这些股股 也都是要继续看着外部价格 比如说光伏玻璃 或者刚才租出来的其他 有造波 有造相关的那些产品 那些价格 但是最主要都是 光伏玻璃的价格 到底是否能够回稳得到 还有可能有少少 向上升的动力呢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困难 少少的情况 可以得到一个舒缓 对它的盈利能力来说 是一个会有多大的帮助 所以去搏一搏去 能够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最比较差 激难少少的情况过了的时候 可以去留意一下 策略方面 如果真是现水平去抠入去的话 你要留意一下 就要今天那个 因为有个裂口上升出来 其实这个suppose 会比较大的一个支持在这里 假如它真的要下探回去 试一试这个上升裂口的话 你就会是其中一个 第一个位置 要进行一个止洩 不幸地 它连整个裂口都补了 甚至乎 再要示范回去 就是对上一天的低位的话 那我也觉得 其实就应该要去 离一离场 而且就未必需要去 放到去 就是上天的低位 22.5 那么远 你可以放回去 就是那个 24元 这个水平 或者是23元 这个位 这样去 进行一个的部署 万一它真的一次预期 这样向下 的话 现在就是最重要 它那个 业绩出来 好像就是有些惊喜 然后 最重要是看外部价格 又好像 近期来说 又好像有少少回稳的迹象 如果你真的 要加大 你组装 那个光伏 那方面 那个 发电 那个设备 的话 对于它来说 会是一个 希望会带动到 一个 下半年 特别是第三 四季 那个的表现 那 向上的 upside 看到哪呢 第一个位 你看看7月底 那个挖住 30元 这个水平的高位 你公布营业绩出来 你的券商 依然都是 比我乐观点的 有些看到 就是去到四十多 五十元 其实都有 但是 但是 自己来说 就不要那么aggressive 看住 看住 30元 如果真的上得到 因为你去到七八月 这样的水平 都还行了一段日子 它冲过上去 其实又 又站不得到很稳 所以你第一个位 你看住 如果他真的去到二十多元 挖住30元 这些位置 金轮有机会 薄一薄去 可能是 炒底回上去 的一个可能性的话 看住这个位 如果站得稳 的时候 你就慢慢推高 那个子盏 再上去 你再看上去 就是 30元 35元 这些水平 大家记住 这个的上升烈口 是一个 挺重要的支持 最好 就不要消磨 如果消磨 就要提防警惕 我相信 如果再跌下去 要寻底 应该是 外部价格 又 不太记得找 又有一个 比较大的压力 才会有这样的影响 值得去留意一下 看看会否有一个 反底的机会 但 都要看几件事 好像刚才所说的 外部价格 重中之重 要去留意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